老头环里面有个boss叫截之时刻 据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但是我开始打了十次都没过 后来我把衣服脱了一把就过了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这不是我手残吧 都是我打的 其次也不是等级或者武器的问题吧 因为都一样 这是因为我穿的太多了 我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玩家 玩老头环都是光着身子去打的 我说的是不给角色穿衣服 玩家穿不穿衣服 这个我不知道 背景播放的就是我打boss一把过的视频 下面具体说说里面的原因 我玩老头环基本上是严格的跟着攻略走的 攻略说关心者容易 我就用了法师 他们说开荒用陨石杖容易 我就想办法得到了陨石杖 还有人说明刀月银很厉害 我也想办法拿到了 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 还有配重问题 就是在装备的界面 右下角 不起眼的地方有个数据 叫装备重量 我现在是48.2 我都不知道这48.2是怎么来的 如果我只拿陨石杖和明刀月银 再带两个符文 重量是11.9 这里显示的轻 如果我再穿上长袍和腿甲 再戴上帽子和手套 这里就变成了中 这个中和轻 貌似变化不大 但实际上打起来天差地别 我开始玩十遍都没过 就是因为穿着衣服拿着武器 这里显示的是中 后来一把过 是因为我把衣服脱了 只拿武器 它就显示的轻 这个轻负载跟中负载 主要区别 我感觉就是反应速度 轻盈敏捷程度 还有翻滚的距离和无敌时间 但上面这四个数据 在这游戏里面并没有数值 参考的就是装备重量 这些数值在打BOSS的时候相当关键 因为BOSS一刀砍下来 如果身体很笨重 反应慢 移动还慢 很难躲过去 BOSS一喷火 翻滚的距离远 翻滚的时间长 就很容易躲得过去 就不费血 轻盈矫健的体数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感觉其实很真实 我体重之前最高的时候是230斤 后来降到了180斤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如果我再降到150斤 估计就更轻盈 二等法环 这个游戏里面讲究是特别多的 网上攻略 仅供参考 具体还得自己琢磨 自己研究 以后有机会 我再和各位分享 广泽